那条街只有300米左右长而已 等下下了车 先跟着歪歪我走 我会带你们到 有一家叫做有故事咖啡馆 就是郑旭文跟任玄奇 在那边拍下字默默茶的 那一个景点 那一个景点 我会在那边做一个解散 讲解 对面你们可以第一样 如果你真的是来马六甲找吃的 我们马下当地人 都会来马六甲找吃的 可是我们找都是找现主 现卖的食物 为什么呢 因为平时马六甲这个地方 星期一到星期五 没有什么人的 只有八六礼拜天 人口才多 当地人才会来吃一些小吃 所以等下我们逛那条街 叫做鸡场街 公鸡的鸡 为什么 因为以前早逝的时候 是在卖鸡的 所以我们会逛那条街 逛了那条街 逛后我会让大家自由活动 大约一个三十分钟左右吧 逛往那条街 过后我们会去坐一个三轮车 坐三轮车的地方 自转三百六十度 就可以看望五个点 看看左手边 这个是基督教堂 左手边这个 圣方记基督教堂 OK 这个基督教堂 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基督教堂 也是马来西亚第一所基督教堂 非常有纪念性的 来我们左右两边是才看得到的 这个叫红屋 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过来的 是荷兰人留下来的地方 来我们看看左前方 有没有看到很多三轮车 有一个喷水池 有一个大钟楼 左前方有很多三轮车 有看到吗 OK 左前方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等一下的集合点 请大家认得它 我们要在这边坐三轮车的 就是这个地方自转三百六十度 你就可以看完五个点 左手边坐三轮车这个地方 地上我们叫葡萄亚广场 1983年模仿葡萄亚人而盖的一个广场 后面就是红屋 它后面还有一个基督教堂 这个喷水池为了纪念英国女王而盖的一个喷水池 这就是马六甲的大钟楼了 右手边这一边 你看到Hash Hand啊 这条路直直走 这条街就是叫做机场街 可是司机会停我们在机场街的尾端 然后呢我们沿路一条路直直走过来就可以了 来看看右前方 这条街叫做机场街 OK 这条街我们司机会停在尾端哦 然后下了车先跟我走 我会带你们到有故事咖啡馆 再给你们介绍吃的 然后呢这条街我们也叫古斗街 可能你走过去的时候 大哥就会跟你说 嘿 帅哥帅哥 要不要买古斗 这是正和留下来的最后一个碗 三十块吗 你买了过后大姐再走过去 嘿 老板娘老板娘 这是正和留下来的最后一个碗 又是三十块 永远卖不完的三十块 OK 所以呢是真是假的 我只能说 马六甲我们等下逛的那一条街 没有整货 百分之九十都是假货 所以那条街我们来这边要做什么呢 简单来说是来看看古迹 你看看左右两边的建筑物 拍照起来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都超过百年的建筑物了 你看看它跟台湾的屋子 和我们平时在吉隆坡 等下期吉隆坡 和这几天看到的屋子 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看看左右两边的走廊 都非常狭窄的 不搭三扯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的时候 只要你家门外的这一条走廊 我们叫五卡吉 盖得超过三扯的话 要做什么呢 要搅碎 所以马六甲人 以前的人都把它盖得窄窄的 这就是它的原因 OK 等一下呢 下轮车第一样 如果你喜欢吃的人 你可以吃一吃 我给你介绍一下 下轮车第一个我会跟你说的 你可以去吃一口榴莲泡芙 不吃榴莲可以吃菠萝蜜 不吃菠萝蜜 吃世家 不吃世家 就是吃卡吉 然后有四种口味 你自己可以挑选 OK 一定要一口吃到完 不然会爆疆 第二个 你可以去上一个洗手间 要付钱 如果你不去上的话 你要等一个小时过后 坐完三轮车才会有洗手间的 第三 洗手间的旁边有一家面馆 叫做88号 我们当地人都非常喜欢去吃的 里面菜单上面自助式的 写着10S的 那一边那一道面 咖里面 爸爸娘的面 不错吃 当地人来到我们必吃的 如果你喜欢吃一点微微辣的 可以去尝试一下 吃完了过后 再往前走 有一家店面写着MAMEE 妈咪就是这几天 吃起来就像台湾的科学面 怪兽面的 你可以去买 那边有卖泡面 有卖饼干 你可以买回去 而且在这边买 他还送你一个很可爱的环保袋 你在吉隆坡买 他就没有送你了 只有这边买还有 你可以去买 三包还多少钱 台币200块有得找 科学面或者是泡面里面都有 我会指给你看哪一家 OK 然后你再往前面走 就是我们的集合点吧 这条街就是来吃一点小吃 然后这条街上面你有看到那种糕点 就是娘惹糕了 你可以再买来吃 我们的集合点对面 就是有像司机这样黑皮肤的人 打着摆设雨伞的 再卖一碗一碗挫冰的 那个就是尖对冰 你也可以去买来吃 你可以在这里吃多少分饱呢 我可以觉得你可以吃四五分饱 因为等下的午餐呢 纯粹去吃上次 给大家尝试一个娘惹菜 可能大家不是会很能接受 如果你这边喜欢吃 你可以吃一点小吃 东西带一带 我们大约12点钟 才会上回这一台车子 下了车跟我走 我们不走回头路 OK不走回头路